位于中南半岛的泰国 是神秘丰饶的芳香国度 琳琅满目的香草和香料 在大小及时随处可见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这些芳香植物 周末拉塔会把所有时间留给家人 这也是他充分展示厨艺的时候 15年前拉塔结识了澳大利亚人凯姆 结婚后他们搬到苏眉岛生活 有三个女儿 准备工序繁复 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 家庭烹饪总是从椰子开始 用椰肉提取椰浆 静置十分钟 下层的椰浆另有他用 上层的脂肪 高温萃取 得到的就是泰国人日常的食用油 多种香料制成的调味品 叫咖喱 泰国咖喱 酸辣甜香 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鲜香草的精妙运用 研磨 香味分子碰撞交融 构成味觉和嗅觉的迷宫 用红色干辣椒替代新鲜青辣椒 取其奔放热烈的辣味 口感层次更加丰富立体 用椰油爆香绿咖喱 放入鸡块 椰浆为菜肴增添清甜的果香 有中和辣椒的刺激 最后加罗勒和柠檬叶 增强香味 每种味道都月染口中 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 香茅草 常在泰国料理中左右逢源 清新温和的柠檬香气 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让清零的酸色和红咖喱的激烈携起手来 泰式酸辣虾汤 当地叫东阴宫 酸辣只是显性的外观 层次丰富的味蕾刺激 才是让这道菜风靡世界的奥秘 中国北方 快节奏的城市生活 让一种便捷美食 攻城掠地 收获无数粉丝 肉质香醇 面饼酥脆 驴肉火烧 简单地搭配 扎实美味 很多人把它作为一顿简餐的首选 亲切地成它旅火 秋分时节 八角迎来收获 一顿简单地搭配 全世界八角年产量大约四万吨 百分之七十以上 产自中国广西的温暖山谷 九十月间 正是最忙碌的时节 新斋的八角必须尽快处理 需要全家人一起动手 主八角 主八角又称杀青 时间的掌控至关重要 太短晾晒后发黑 太长会损失芳香成分 天气变得干爽 北回归线 阳光依然赤烈 地表温度接近四十摄氏度 果壳中的八角茴香油开始凝缩 这种物质不仅独具芳香 还有浓烈的甜味 甜度达食用糖的十三倍 这种物质 八角的甜香在华北卤味东生腾 仅八个小时焖煮 多种芳香与油脂共振 释放赋予豪迈的卤香 火烧是驴肉的最佳搭配 这种起酥的烤骨 一起过圆和长条的外形 在河北被分为保定与河间两派 不论哪个派系 无不表皮焦脆 内力松软 火烧包容被众多香料再造的驴肉 喜爱的人把各种意美之词送给他 夏尔 小细